欢迎来到一手篮球 视频数据截止2021年8月16日 他是仅靠一只右手纵横球场却被誉为单币杜兰特的球员 他还正努力实现进入NBA打球的梦想 他的名字叫汉塞尔·温曼·牛尔 2004年出生于多米尼加 一个贫穷的社区 身高1米96 体重77公斤 在场上主打后卫的位置 成为一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已经够难了 但想象一下 如果你只有一只手臂 想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是有多么的困难 但汉塞尔在场上告诉所有的对手 不要将我视为一个有残疾的特殊孩子 汉塞尔的父亲曾经也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 在02年还参加过NBA选秀 但一无所获 但小时候的汉塞尔最喜欢的是棒球运动 偶尔也会踢足球 他6岁时正在院子里踢球 突然有一堵墙倒在了他的身上 在被困了将近两个小时后 他父亲赶到把他救了出来 但令人遗憾的是 那天他失去了左臂 失去手臂的他 被迫放弃了他最喜欢的棒球运动 将重心转向了篮球 最初他的父亲也是极力反对的 他怕汉塞尔再次受到伤害 我是那个没有投降的男孩 在汉塞尔的坚持下 最终开始跟随他的父亲学习篮球 很快 汉塞尔就在家乡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似乎离他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但要实现梦想 他还需要换个更有竞争力的环境 幸运的是 他的篮球天赋 引起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莱福基督学院的关注 在收到学校的奖学金后 2021年2月份 他来到了莱福基督学院高中 他终于等到了在更大舞台打球的机会 到莱福基督学院时 他们就给了他一件四号球衣 但他说 其实他是想要七号的 因为他从小就把杜兰特 视为自己的偶像 而刚来这里的他也是备受质疑 除了因为他 只有一只手臂外 他还是来自一个篮球并不出名的地方 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 但异样的眼光 并没有影响到汉塞尔 他只想在球场上 用能力来说话 渐渐的所有人都被他所折服 在各个方面都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 2020-21赛季 他场均能够得到25.9分11篮板 得分在球队中排名第二 他还与一些最优秀的年轻天才交手 表现出色 并击败了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 在参加主要的AAU锦标赛的总决赛中 他得到14分14篮板13助攻 带领球队成功夺冠 这场比赛之后 瞬间让他在美国彻底走红 目前汉塞尔已经收到了第一份 来自NCAA一级大学的邀请 田纳西大学为他送上了全额奖学金 未来在NCAA的赛场 我们就很有可能看到独臂杜兰特汉塞尔的身影 各位你们觉得 他有机会打入NBA吗?